吳思懷其实从国民党这几年 陆陆续续从反美乱台 到现在所谓我们亲中标志 最明显的人放到台面上 而且是用不分区 没有办法罢免的方式 把他放在国防外交委员会 我想这个叫图穷必现 各位我们过去不是一路以来 都在批评国民党 我们也不是一直都在 觉得本土阵营就一定是好人 我们就有很多不同的政党 给大家选择过 可是吴思懷这个人 他最特别的事情是 过去台湾这所有的例子里面 他们至少都得为他当时的行为 去解释跟负责 比如说这几年的争议 为什么会有太阳花运动 因为马英九的两岸服貌协议 为什么会有2020年 历史上最高的总统选票 除了蔡英文本身稳健的 国际政策之外 韩国瑜去中联办 的确就是他民调的转折点 蒋经国先生除了各位怀念的 所谓可能的十大经济奇迹 虽然跟美元有关系 但他两岸政策做得最好的 就是不谈判 不接触 不妥协 所以在台湾历史上 对于中国的态度 一直都是国家领导人 或者是政治人物 我们给他评比的一个标准之一 我们不会因为他过去 曾经当过哪一个政党 我们就去批评他 但是他现在的所作所为 有没有为过去犯的错所解释 对我来讲 你把投降当成其中一个选项 把跟中国对话 当成是战略的一环 我们就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他是一个每天要欺负我们隔壁的恶霸 你跟他讲 我们把女儿嫁给他之后 他就不会再打我们 问题是我们就没有想嫁 我们还是希望有自由的过程 我们希望有自己选择朋友的能力 吴思惠从头到尾 都不觉得他去中国是一件错误的事情 他甚至不能理解 一直都用一种高高在上的方式 与质疑他去中国的民众对话 今天他在这个广播电台里面回答说 我希望绿营的不要害怕 不要质疑我对中华民国的忠诚度 如果我泄密的话 愿意接受国安法制严惩 我在这边也跟大家保证 我如果红线停撑的话 我愿意接受脱掉的严惩 你讲这不是废话吗 这有什么好严惩 这个还要领来给你接受 这个是我们要管你 我还管你接不接受 他会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我就很忠诚了 我要跟大家讲 中华民国因为复杂的历史关系 他分成历史上的中国 他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他也叫中华民国 他跟台湾现在承载着共同的未来 他也叫中华民国 你服从的是那个黄埔军校 是北伐时代 是国民革命军的中华民国 还是现在在台湾扎根 有民主多元 可以自己选择总统 可以每天让你骂 这个不同的政党的 这个自由台湾 这两个都是中华民国 你要告诉我是哪一个 你现在看起来 是跟共产党在一起 唱着国歌 唱着国民 唱着他那个叫什么 义勇军进行曲 然后 那个不是我们的中华民国 那个不是我们共同的 是你跟对岸之间 有一个情感 有一个革命时期 甚至是有一种 鄙视台湾人的那种中华民国 那种中华民国 为什么要跟你一起 你没有解释 才是大家对你最大的质疑 所以我从来不担心 国民党进去 那个吴思怀进去 国防外交委员会会造成什么问题 我讲一个军事上 国防外交 这几年喔 过去大家都知道 立法委员在选择 包含司法法治委员会 包含国防外交委员会 是相对比较冷门的 因为他对选民的距离比较远 他处理的国家大事很难 让你直接转换成选票 所以过去在这个选 选委员会的时候 这两个委员会可能会 比较后面才有人选 可是你看从2018年 2014年以来 包含两岸福贸协议 当时是入委会 吵到2016年换总统之后 开始有很多的国际贸易也好 萊豬的事情也好 然后这个日本食品进口 然后到乌俄战争 不管你觉得是喜欢或讨厌 国防外交的这个重要性 在台湾是越来越重要 因为台湾即将走向国际 我们也学着成为世界的一份子 而在这个过程里面 国民党给我们什么样的角色 江启成 把我们的这个台湾国防智库 台湾安全研究院的 预算冻结好几亿 马文军用这个 我包含有一次他听到什么 我们国造浅见的涂装会生锈 所以我们应该要想办法 找一个不涂装的 不会生锈的涂装 我们来冻结他的预算 他讲那个他听得懂 我都觉得你是不是在侮辱我智商 然后这个廖宛如 说我们的事情关美国闭事等等 到今天吴思淮 我要跟大家讲 不是吴思淮进来之后 才有泄密的问题 国民党每一个都是吴思淮 每一个都是 他如果要泄密的话 随便这里面每一个人都可以做 叶元兹就是年轻的吴思淮 如果蒋万元选招财委市长 他就是姓蒋的吴思淮 如果是许晓鑫 他就是喜欢跟人家吵架的吴思淮 这些人包含朱立伦 他就是当党主席的吴思淮 你国民党没有自清这个角色 你把他放在不分区 你让他今天进国防外交委会 他就代表你们的两岸立场 国民党从以前到现在 有没有一个人 有没有一句话 去讲说他不适合在那个位置 公开的 由下而上的 用群策群力的方式 跟吴敦亦讲 这个人放下去会死 跟大家讲说这个人 去国防外交会出事 如果只是在旁边放放风声 然后私底下跟媒体 让大家用外面的舆论 甚至利用绿影来排挤吴思淮 这样子的国民党 是没有办法改革自新的 刚讲到国内 这个遭受国外侵略攻击的时候 应该要口径一致 对抗外敌 非常同意 也是多数国家应该发生的事情 台湾不太一样 跟大家介绍一下 国民党国防外交的委员 过去的主张 首先介绍吴思淮 是我们台湾退将 去到中国习听 聆听习近平的代表人物 廖宛如曾经为了美珠 跟美国说 关美国屁事 蒋己诚 是发动反美珠公投的 这个党主席 把跟两国贸易 公平贸易 以及两国关系 拿来当他的政治谈判筹码 马文君 他是党军构 跟党前建国造的第一大将 首席这个战功 那温云霞说 美国国务卿去访日韩 会害中国对台湾出气 我其实有的时候 不太能理解 你一方面去批评 我们今天讲的是说 我攻击一个政权 我攻击一个 把我们当朋友 或是试图跟我们交朋友的 西方政权 我们攻击他的目的是 他要保护我们 我们攻击他的目的是 他要跟我做朋友 这个我的理解就很不 就好像俄罗斯觉得 他攻击乌克兰 乌克兰就会 变成俄罗斯的感觉 所以当我国政权 试图使用攻击美国 这个方式 然后来达成美国 对台湾让利也好 或是交朋友也好 我一直都觉得 这是一个蛮不可思议的状况 我希望说 在这一次乌克兰 尤其是乌克兰发生了 这些事情 国内的亲中政权 或许可以再思考一下 你们这样子长辞下来 在民主 尤其是在已经民主化了 这三十年 你们对中对美的策略 是否应该一致 相较起来 如果他是一个 比如说左派政党 然后和平主义 然后世界大同 普世价值 你对中国百般容忍的情况下 你是否对美国 有同样的标准 到昨天党主席朱立伦 还在那边拜托说 AIT要见见我 然后接下来 一个不知名的广播人士 媒体跳出来说 然后他们能够见面 都是我促成的 他真的是荒天下之大 我真的是看不懂 他们演什么 AIT不就在内湖 你如果是政治人物 打个电话去约时间就好了 你为什么要透过放话 那些不是政治动作 什么是政治动作 所以真的不要让美国人看笑话 让他们觉得说 你们台湾自己都搞不定了 我要怎么帮你们来忙 当我们如果真的 中国跑过来的时候 有一半的人举着五星旗的时候 那我们要怎么帮你 所以乌克兰永远 这一次最重要的事情 还是昨天的那一句话 面对侵略的时候 有永不妥协的志气 才有资格 拜托别人来帮忙 所以在这个之前 没有永远没有那个坐在家里 然后一边骂人家 然后一边又要人家来帮忙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来说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